继续开会 继续我们请陈梅娟议员进行市政总咨询 陈议员请发言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杨代理市长 副市长 还有我们各位代理的一级主管 还有我们各位关心高业师 各位乡亲 各位议会同仁 各位媒体先小姐 大家早 我首先想要在我咨询之前 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杨代理局长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议员同仁 都有同样的疑问 因为你们现在是看守内阁 也算是代理的 那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说 这样的一个代理 在过去韩市长的时候 我们在议会里面所提的很多的建设 还有争取了很多的预算 我想要请教的是说 那如果说换了你们代理之后 你们会执行吗 来 杨户局长 请杨代理市长答复 杨户局长 主席 谢谢美娟议员 我也曾经说过 政策都有延续性 那么韩前市长在议事厅 因为议事厅是一个很神圣的殿堂 他是以市长的身份发言的 所以已经确定的 已经在我代理期间都不会更动 让新上任的补选的市长 他再去做一些财事 但是已经在进行中的 我们不会停止 也就是说既定的政策 你们一定会继续执行就对了 那其实因为坦白讲 我们大家也都在担心想说 我们总执行这个 如果还是只是一个看守状态 根本毫无作为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等到新的市长来 那我们到底在这边 站在这边咨询是什么 我们不会说在代理期间 就不会承担 对啊 因为我今天 有这个十几个议题 我要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讲下去 我讲下去有没有用 那要提早休息吗 当然不可能啊 是不是 所以一言执行的 我们一定会成功 我在这边做一个宣誓 在座的虽然都是代理 虽然里面有几个 我看到民团里面有几个 大概都是由参事参议来代理 这个大概有政治任务的 不不 那个一言 没关系 我们有请你回来 你请坐 他以前都是副局长 都是副局长呆过的 好 杨护 我直接叫你市长就好了 代理好麻烦 来 请坐 我有讲话的权益 这是我们的观感 当然这个名单 看在眼里 大家心里都有数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多的局处 可以用负的来代理 因为毕竟你们是看守而已 你们也不需要 做太大的动作 对 刚刚有一个议员讲说 轮床公司要马上要让你们换 还好你答案我 还觉得能接受 本来就是看守 内阁而已 你们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你说黄文财是 是市长的人 那么我试问 市长不用自己人 要用什么人啊 难道还用敌人吗 这个觉得问题很好笑 我觉得讲这种事实 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有什么好问的 而且黄文财这个董事长 他是108年的6月11号 才来就职 而不是市长马上任就用他 也是经过一段时间 那当时陈局不是也用张清权吗 也用他的交通局局长吗 这个都正常吧 所以我很担心 在座的 你们虽然都是代理的 但是我也希望说 这短短的几个 8月15号以前 我也希望你们好好的 本着自己的本分 包括我刚刚有特别提到的 如果你们有一个政治任务 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做得太明显 我们也在看 好吗 那所以我要想 既然我们市长你说 你们的政策是延续性的 我要来这边问一下 来 新闻局局长 我想要请问一下 这个logo 市长 韩市长 他是在6月12号就卸任 6月13号早上一大早 你们开会 就马上换了这个彩带膏 来我请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时候换的 彩带膏 请新闻局代理就要答复 好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这一部分 因为我还没有接任 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彩带膏是目前我们高雄市的市会 没有啦 我问你是说 什么时候变成 他不会自己变吧 本来就是我们爱高雄的mark而已 突然一夜之间变成财带膏 我这个是事后再跟我们同事了解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带 那是谁的意思 谁的意思要换这个mark的 我是不是在了解一下 怎么会你说你 那你局长是怎么带的啊 你最起码要知道一下 来我看一下 你也是啦 你也不是副局长上来的 因为我报告议员 我之前在新闻局曾经担任过副局长 那对局里面的业务算不陌生 那目前这两个logo 其实都是一样的开放各单位自行评估使用 但是跟议员您报道 没有啦 你不用讲那么多 我只问你是谁要你换的啦 你们为什么要换这个mark嘛 我只问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已嘛 好那市长你答 那请杨代理市长答复 是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基本上我跟新闻局在私下聊天的时候 我认为是新闻局是动作快了一点 我跟他在聊天的时候 我曾经提过 这两个都是所谓的 这个万路经贯皆知的 多好 但是呢 彩代高是高雄市的市非 他经过他有一定的法定的地位 那么新闻局身为高雄市政府的话 化妆师也好 门面也好 那么在新闻局 他自己在代表高雄市政府的logo 他是一个法定的市会 市长 我想你不用解释了 是 你请坐 这个爱高雄这个mark 我引述我们以前新闻局王浅秋局长讲的啦 他是希望带给高雄哪一个品牌的印象 是一个充满爱与欢乐的城市 事实上这一年半来 高雄确实就是让我们感觉 它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城市 成为全世界全台湾省的 矫目的焦点 所以我们认为用一个本身 它是一个设计一个love的设计 对高雄是一件好事 我不明白啦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的动作 这让人家觉得社会观感相当的不好 你刚刚市长你说 你们是代理的 你们延续过去政府 韩市长团队的承诺或者是政策 你们延续下来 你们只是一个代理的过程而已嘛 你说伯伯你就是过路而已嘛 为什么有需要去做这么大的动作 去做改变呢 真的让人感觉很败的呢 那我们觉得这个到底是 你们是在揣摩上意 还是中央有特别交代 还是你们认定 未来就是民进党要班师回朝了 所以要赶快再做一下县程吗 是这样吗 那么你改这个log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log我觉得也很好啊 它是爱高雄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象征 为什么要去改它 刚刚你们说 你们的政策是延续性的 那既然延续性 为什么要去改这个东西 你等下一件市长再来决定 你刚刚说政策 如果新的政策 由新的市长来决定就好了嘛 新闻局要做这么大的动作吗 据我所了解的 前一个晚上接到指令 马上连夜就去改 这个指令是谁下的 我相信你们应该心里有数啊 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做 好我想我也不要再跟你研究这个问题 我希望未来 看守期间我就做好你们自己的本分的工作 而不需要再做太多的 为了迎接下一个朝代来 做了那个让人觉得你们是在抱大腿 排马屁的动作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好你不用说了 我很多的议题要讲 所以我想 既然我刚刚讲了 我今天准备了很多议题 我只是想知道 我们站在这边总咨询 讲这个有没有意义啦 你如果我做我说了 你如果说我只是应付应付 然后等待下一个市长来再说的话 那我们在这边讲就没有 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好那我选择相信你们 延续性的工作 因为我今天讲的都是延续性的 我也不敢提有重新 有新的政策 因为我知道那个没有用 好不好 那我想我就进入我的主题啦 我只是 但是在这个会计 我真的心里 我蛮 心里感触很多啦 不要那么现实啦 韩市长 刚刚他们说 罢掉韩市长 不是只有罢掉韩市长 而是罢掉他们一个整个团队 我觉得对这个 我像你们在座以前 也都是他们的团队 对这样子公平吗 你们这么认真 这一年半来 谁看到高雄 全世界都看到了 全高雄都在 全台湾都在瞩目高雄 是韩市长团队 很认真 陆瓶灯亮水锅通 这不是口号 这是事实 只是很可惜 因为我再过来要讲的 都是一些延续性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在韩市长 一年短短一年半 已经做了一大半 但是还有一些来不及 那高雄市人的选择 我们予以尊重 但是不代表 没有去投反递票的人 就不支持韩市长 其实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韩团队真的非常好 而且我担了那么久 五届的议员 这一届让我感觉效率最好 而且是充分授权的 我相信你们在座很多人 是有感受的 你们不方便讲 我也不用在这边问 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们 我希望你们要 坚守你们自己该做的 而不要因人而异 我先就这个合群社区的 已住待户的办理状况 我想这个都是旧议题 只是很可惜 当时我们的市长有承诺 希望能够有一个作为 但是现在我也必须要重新 再跟你们讲 当然我只是知道 想要了解说 这个后面的进度 已住待户和群 跟民建的范围 当时框了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大概59公顷 那时候就为文化保存区 结果把整个地方都 建设都给挡住了 然后放在那边 后来经过我们议会 多次的议训成群 民建里这个区块 就是文化红线这个地方 你们有做了一些 已住待户也好 或者做了一些创意的 但是我要特别讲的 因为那时候你们 因为建业有457户 和群有647户 我要讲的是 你们做这个已住待户 其实做得相当的不错 但是有些人还是认为 为什么要把原来的住户赶出去 然后花钱又再请 外面不知道这边文化的人 进来这边进住 但是那是你们的政策 我不予再自评了 不过确实也把这里整理得蛮干净 也总比方知在那里好 这个是在建业的部分 他们做得还相当的不错 但是我要谈的是 这个建业这个部分以外的 这一块 现在前蓝色的这一块 和群 到目前为止 你看张乱无比 到现在这样 你看残破不堪 就是这样子 到目前 到我昨天去看还是如此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 我希望和群要能够好好的再利用 不然真的太可惜了 那个目前要有眷村文化的感觉 大概那边保存的是最完整的 但是因为 因为长期方会 所以在那边 现在目前就是残破不堪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来推动 因为之前我们在韩市长的时候 市长也很认同我们这样的说法 所以也跟文化局也做了一些沟通 希望能够推动一些老青共用的一个场域 那清理的部分能够做一些清创基地 特色民宿 这个是一个方向 那当然我们还更希望的是说 在和群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因为其实我们左营就不在那边的长辈 老化的老年化的时代 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那边做一个长照村 也就成为一个养生村 那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些长辈 有一个热火退休的一个新的选择 然后又能够别于疗养院 在里面那种觉得好像被 只是一个疗养 我们希望能够它有一个拖劳 跟医疗感的那种一个场域 然后养生村能够更像一个家 一个多元化的 一个让长辈能够享受高龄乐活的 一个友善的环境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也希望文化局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几次了 我也希望说 这一个希望能够持续地来推动 那因为现在目前 我不知道你们的进度 如何啦 我也希望说 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能够持续地 再把这个地方作为活化 不然这么脏乱 真的很可惜 那如果有业者愿意来的话 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来跟他们沟通 我也想要知道说 现在的进度如何了 来 市长 你知道吗 还是我请文化局的代理局 OK 请杨代理事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那我知道说我们在今年的5月1号 已经有召开过这个第二次的咨询会 那当时的一个决议的方向 大概就是朝清淫共居 跟青春基地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已经有一个共识 那么后续呢 因为5月1号到现在都已经是6月下旬了 那么这个进度 我希望那一个我们的文化局一定要 一定要持续来做 那有关你关心的这个进度 我请我们文化局再跟你做一个说明 好 那没关系 你文化局部分你私底下在跟我联络 我想要知道进度如何 因为这个是属于延续性的工作 那带过来是青埔街跟惠心街 这也是一个延续性的工作 这个从我104点11月10号 我担任公务小组召集的时候 就一直在讲 讲了很久 都没有下文 但是我也很谢谢我们李四川副市长 我们一跟他提了之后 他马上就开始跟我们看了现场 他也认为说 那个地方确实是有必要 这是我们当时会看的状况 这个在108年的时候 我们有去周围一次会看 那都是请新公处过来的 它是一条路 但是这个地方刚好就是我们刚刚站的位置 它的现况就是这样 这边没有通 这边也是 只有这些小路 但是一过去之后 这边又变宽了 所以在这个行车的安全上的一个死角 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也希望来新公处 处长 那现在进度呢 我们请新公处的杨处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我跟议员报告 上次公务部门咨询的时候 议员有提到 那后来回去 我有跟同事就这个部分去做讨论 那我们同仁在这段时间 有总共去拜访了屋主 因为这边要拓宽36公尺 大概有两个抵触户在上面 那同仁去拜访了第四次晚上 去找到那个屋主 那他愿意 其实他那个房子在106年才刚取得而已 可是他也是愿意 就是说他的抵触 愿意让我们拆拿来开辟道路 那这个部分在经费的一个开辟的部分 我们会试着去跟中央一件数 来争取生活圈的一个计划 所以目前都顺利 屋主应该也不会反对 因为据我所知 他已经把旁边的房子买下来 因为他也知道迟早要拆的 是 他在取得用地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是计划道路 好 那这个就是你们给我的资料 总预算1433万.6千 那这个部分就拜托你们要用力 能够让他们通行能够更安全 谢谢 那福山的公园改造 要设置特色游戏场跟设施的改善 那其实福山是我们全国最大里 福山里面积很大 而且他们已经在公园 大概都已经育20年有了 老旧的设施跟一些游戏剧 都不符合需求 那一直我们都一直在讲说 希望能够做一些共融的 特色的一个游戏场 但是也是讲了很多年 都没有下文 但是也是真的非常感谢我们韩市长团队 一讲了之后 因为我知道韩市长他们的特色就是 充分授权给我们各局处去处理 所以我也要感谢我们养工处相当用心 马上就帮我们去做这个规划 然后这个规划在我们109年6月份 就一定要开工 但是在这个经费上其实也是相当庞大 不过我非常谢谢 虽然他们现在都不在位了 但是我还要谢谢我们林处长还在 要特别谢谢你们 真的这个公园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但是我们也是在韩市长上任之后 才有看到也做了一些公民 有一些公听会都有办了 那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说是尊重既有的格局 但是在这个老术的部分 很多人对这个掌业平薄有很多的争议 那我们记得当时我还跟那个吴瑞昌吗 吴瑞昌那时候担任副处长的时候吧 我有跟他去那边绕了一圈 他也认为说这个掌业平薄 确实因为他开话说很臭 然后又掉那个果实下来 所以会砸伤人砸伤车子 甚至掉在地上有人走路会摔倒 所以我们那时候他也认同 所以后来我们也动周边的这些大楼 全部都有先也成勤出 大概上千分 但是也一直都没有下文 一直到韩市长上来之后 他重视到这一点开始做了 那开始做的时候 我也非常谢谢这个已经有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说 既然公园要做改造 那也要符合民意 这个掌业平薄 它是绕了整个公园的周边 当时我听说工厅会的决议就是 不 就是不更改 就是他们不打算更改 所以我希望在这边 我再次一次提出来 请你们务必 虽然我知道互数联盟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关于市民的安全 跟生活品质 我希望说应该好好的去跟我们的互数联盟也好 或者是倾听我们市民的心声 那个掌业平薄希望借由这一次 既然花了两千多万的预算 是不是一并把它给台换掉 并不是不要素 而是换别种素种 更好的素种来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 而且不会去影响到居民的那个二臭 或者是行的安全 一样可以更换素种 为什么已经不要换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 所以这个我也请我们杨市长 这个我拜托 因为这个是属于延细讯的工作 预算也都有了 已经也开工了 我们也非常感谢韩市长 他们很快的动作就有了 但是后续 拜托你们要跟紧 另外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领明他们的要求 他们希望说 在这个游戏区招标的评选委员里面 希望能够有 过半是来自于儿童教育 游戏治疗 吃跟早聊 教育及关注儿童游戏权的 非盈利组织的人来参与 那这个部分 如果你们不知道 你们也可以请社会局 或者是教育局提供名单 我觉得 因为既然我们要做 要做最好的 那我们希望它是属于一个 共荣市的特色公园 花了两千多万 我希望它能够符合民意 也能够兼顾到市民的需求 那我想 他们也希望说 能够在 游戏区要开放之前 有一个四晚的阶段 那四晚的阶段就是 也到时候可以去 将这个CNS检验 不出来的这些危险 或动线的障碍 能够在开放前做一个修正 免得到开放的时候 发生意外的话 就很麻烦 我想 这个是给你们一个建议 我希望养工处这边 一定要就这个问题 来好好的去做检讨 好不好 那再过来 也是我的104年 事实上我真的 有感而发 我要在这边必须讲 很多的建设讲了恩怜了 我说一句话 不疼的 就告捕火车了 从来都没有被重视过 只是一直都告诉我一个答案 没钱 没有钱 但是我相信 韩市长上来之后 同样没有增加太多预算 但是他什么都做了 你看我这一年办了 我们过去争取了什么东西 到他这一年都有了一个结论出来 只是正在进行中 没办法 现在中断掉了 那我也要拜托 我们刚刚市长 你有讲 这是延续性的工作 请你们务必 一定要再延续下去 好不好 那我要再提的是 我们 一样是我那一年 104年的公务小组的时候 我考察的时候 我们这个代状年期的公园诊件 这个公园也是讲了恩怜了 这个里长一再陈寝 这是我们那时候的会刊 当时的考察 那时候这个公园就是从佑昌森林公园这么大一片 这个就是用当时的坟场改的 那做得相当的好 然后就是串联着 它是一个带状 到这边就是我讲的 零期带状公园 包括这个指示的部分 它是碉堡公园 那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公园 隔了一条嘉宏路 当然远览两个不同的世界 佑昌森林公园相当的好 做的设施相当的棒 可是过了嘉宏路以后 这个零期带状公园 破破烂烂 积水啦 然后椅子坏掉的啦 水溝不通的啦 所以那天我们很感谢李四川副市长 亲自下去 陪着我们黄昌森林委跟我 还有雅芬议员 我们就从佑昌森林公园一直走 他就一直夸张说 我这个公园做得不错 但是一过了嘉宏路之后 他自己都觉得 怎么差这么多 事实上真的差很多 包括我们韩市长到基层去里长开会的时候 我们柳里长又再一次讲 市长很重视 他说好 一定要赶快去做 但是后来 我们这个碉堡公园 就是我们的一区一特色的公园 前几天也开了说明会 准备用三百万去改造这个 下面这个紫色的碉堡公园 所以前面也做好了 碉堡公园要做了 就是唯独还是漏掉这一块 但是这一块你们一直给我的讯息就是说 我们没有那么多经费 因为那开起来可能要买到两千万 所以是不是可以想 就危险的部分进去做修正 怎么这样子差那么多呢 前面都做那么好 下面也开始做了 为什么 唯独要把这块给漏掉 我觉得对那个里的里面是不公平的 所以里长一直很生气说 为什么从104年讲到今年 终于里副市长也同意 未来要把这个好好来做诊件 可是到现在给我答案还是 养工处是用代理的吗 来 徐玉代理 我们请养工处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不用好了 我请市长 市长 你要决策一下 这个要安装吗 这个说很久了 人家里副都没做啊 里副说要做啊 但是问题是他现在没办法做啦 谢谢议长 谢谢议员 我不管里副他有说什么啦 那我们该做的我们回去做 这个应该要做啦 那议员你也知道 高雄是38个行政区 我们要照顾到 所以有一些有安全疑虑的 或者是 环境卫生的那一个朽坏的 涉及到公共安全 我们一定要做 每一个公园其实都有他的因素在啦 那我说过 湖山特色公园 我们也讲了很多年了啦 那终于啊 那我意思是说 公园已经开辟了 但是呢 要维持他的设施的完整性 如果有损害 不到损害 这个是要优先去处理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优先要去处理 那至于说 要去改把它整件 都是改建到更好 那当然是要看我们的财力 这个什么都是要 财力要斟酌 财民油盐 江苏茶什么都是要啊 都是要钱啊 所以 市长好 你请坐啦 你讲到这个财力 我必须要再讲一遍 过去 我们在铺设道路 如果要铺一条路 就要七百团八百团 要说很久 还不一定会给你铺啦 我相信有敢公务局最有敢啦 但是呢 韩市长上任之后 理副市长充分授权给养工处 他们只要认为不好的路 没有增加预算之下 一样铺 铺了那么多条了 我跟你讲 那个市长你不用讲 我现在跟你说 这个铺光是铺路的部分 就非常有感 一样的预算 为什么过去 要拜一条路就要铺这么久 但是现在韩市长上任之后 铺了几百条了 我像你们都知道 当然我现在讲的是 预算 不要跟我讲没有钱的问题 没有钱就什么事都可以不要做 好你 没有关系 你不用解释 反正你也是代理的而已 再过来反正也是新的市长了啦 那我也要拜托你啦 如果这个事情要持续 就拜托你们副局长代理的 你们都未来还会在这里啦 除非你们有高僧啦 我希望这个案子帮我盯着 我还是会继续讲 因为我还有两个担心 也能做的啦 我不是像你们只有两个月啦 所以我会继续盯到我任期为止 然后我们左南路跟龙汤街的 河道用地的诊件 这个也是我在农林委员会说 我有特别提到 它这是我们的左南路 就是左营通往南指的部分 这边是油厂国小 那因为这边有捷运站 所以过去这条路没有通的时候 大家要绕一圈 后来也很感谢养工处 把这条路 公园这个已经 我们养手已经争取 也开辟了 非常谢谢 那旁边是一个河道 这边是一个河道 然后这边是公园 那这个公园已经目前也开辟得相当不错 这一点我也谢谢 也是在韩市长任内做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都是一定要那个时候才能做 那我想说旁边这个地方 这个是水利局的 现在我就起来 因为当时淹水 我们当时有请里面去做会开的时候 希望这一块能够尽快把那个淹水问题解决 但是最重要的是 大家希望能够把这一整块 配合我们养工处的公园绿地改造之后 这一块也能够继续让我们的市民来使用 能够这样 可是那天做完之后 后来把这些轨移起来 变成这些都不能出现 然后又立了这个牌子 说不可以的行人跟车辆通行 那其实那边的里面很期待的是 因为它那边过去 就是能够通往到我们的捷运站 然后从有一场国小 家长要回到我们的社区来 其实用那条路是相当方便 所以我在农林小组的时候特别提到 是不是能够请水利局 把它开辟成一个机车便道 当然不能给汽车进来 就是说旁边养工处的部分 养工处的部分是做 这边是人行通行 那这边是做机车通行 把它分流 那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对这个从 就是从我们这边 油厂国小一直到我们的 那个农仓社区这边来 因为这边很多大楼 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便利 所以在这边我有请那个水利局 水利局在哪边 好 那我请 你是前局长 那应该可以了 不要拜托你 这个部分请你们好好的去做 因为我们也会看过了 我希望说这一块能够做我们的便道 不要把它围起来 是不是能够把它弄通 然后整个把它打通给机车来通行 让我们能够到达捡运的时候更方便 不要绕一大圈 好 谢谢 请坐 那我想霍金锡的水岸的那个油气环祭的营造 那天我在游荣林小组的时候也是非常感谢 这个是用前瞻计划的费用 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在地的立委 黄昭顺 当时我们也在现场会看了恩便 虽然他现在没有在其位 但是他的功劳还是要特别给他记上一笔 真的他相当用心 很可惜 我觉得是左然忍的损失 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立委 那但是 这个案子 当时我们在周边 那个机会大概有 我记得那时候是讲八千万 但是后来听说 绝标是六千六百多万 还有剩余的一千多万 那我不晓得这一千多万 未来你们要怎么做处理 那但是 因为当时我们有做了很多的 这个设计 就是这些设计 要做 那但是我今天重点不是在这里设计 因为那天我在农林部门讲过了 我先要讲的是 里长跳出来 这很生气的跟我说 花了这么多钱 为什么我冷藏里 脆皮里 汇丰里 木头栏杆 还是木头栏杆 因为木头栏杆会虎锈掉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改成铸铁栏杆 那既然要改造了 要把整个环境变好了 因为过去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争取 这条后进溪整个周边要改善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蔡局长你也在嘛 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讲说 他那个栏杆都已经虎锈掉都坏了 其实这个对在那边运动的人行的安全是很危险的 然后那边的环境真的很其实蛮脏乱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讲 后来我们非常感谢这个 我们黄委员已经帮我们争取到这笔预算 那这笔预算现在也已经在执行 那我们也希望说 今天就要做 过去里面提的 里长讲的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去落实 那他们在讲那个栏杆 结果你们还是没有做 我不想都花了这么多钱 到底为什么这个部分不做 所以我这边特别提出来 我请我们蔡局长 任昌里 翠平里 汇丰里 目前还是有很多的木头栏杆是没有更换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既然有标语款 还有一千多万 拜托您把列入考虑 包括我们那天在现场会开的时候 我们王永坤里长 任昌里 他们还一直在讲说 他们那边的书郡都没有做 而且只做这边 所以我也拜托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你们 赶快把它给加进去 既然有标语款就好好来做这个设计 好不好 好 谢谢 那再过来后仓路人行道跟博友路面的改造 这个也是讲了好久了 好久了 我没有记错大概从102年开始讲到现在 是从左南路一直到加仓路 这条路 这条路就是我们的左南路 那刚刚我在讲的水利局的就是这一块 那这边有油厂国小 从这边通过来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公园以外旁边都是大楼林立 那现在从左云后仓路大概就是整个 右仓地区是最繁华的地方 因为商店林立 那从左南路这边开始的后仓路 一直到我们的加仓路 这一块大概就是目前我们右仓地区 商店最多 通行最密集的 可是很可惜的是它的人行道 你看只要一下雨就开始积水 然后到处都在积 每一个地方 你看这个池段已经破到这种程度了 你看都是这种情形 已经讲了很久了 后来前年 我记得去年吧 去年年底的时候 吕副市长也跟我们亲自到现场去看了 那边跨了五个里 五个里长都出来抱怨 整个的路都是这样子 这里到这里刚好跨了五个里 所以我也要拜托 因为这条路虽然蛮长的 但是它这个是我们生活机能 在右仓市最好的 最密集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行的安全相当的重要 人行道这么糟糕 讲了那么多年了 那去年年底我们的李副市长有承诺说 未来一定会好好的来做 所以这应该也算延续性了 市长你不能跟我说 你没关理副市长说什么 你就不一定要做 当然你现在是代理 但是我现在要跟在场的所有的 副局长 你们代理局长 我也要讲给你们 包括我们的养工处 我们公务局 就是这个地方 我拜托你们 既然那么糟糕 而且路面 路面也很难 很难看 就是坑坑洞洞 羞羞补补 那一条路我也拜托你们 尽快地想办法 能够把它做修缮 因为从102年那时候 曾经燃起我们一线希望 跟我们讲说要去中央征集经费 可是后来又没下文 讲了那么多年了 这条路我不知道有什么 到现在迟迟没有办法做 这个是一个 非常生活经济密集的地方 为什么不做 而且情人蛮多的 我希望拜托你们 这个人行道 快点处理 公务局 可以吗 那请公务局长答复吗 请他答复 门前代理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陈远 这个路段 如果照片这样看起来 其实面层的部分 面层是需要有所改善 那养工处这边 大概就这一个路段 也做了一些勘察跟估算 大概需求的经费 差不多要两千万 那因为前瞻的这个中央补助 到今年已经结束了 那他下一期要是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再 这个不能用生活圈的预算来做吗 他是用前瞻的话 他是可以全额补助 对市府的这一个负担 那时你们是这样跟我答复的 说要跟中央这样争取 对对对 因为那个前瞻 他是四年一起 那上次的提报 可能是前瞻的补助额度已经没有了 对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等他 应该还有第二期的 这个前瞻计划会出来 第二期的时候会帮我们提出吗 对对对 请你们务必要提出 因为这条路真的很烂 有路面博友一样 行道跟路面博友 好谢谢 好那我在谈那个 左营中沿路50项机车停放区 要把它取消 扩框为通行路面 这个 这是那边里面的成情书 他拿给我的成情书 那可能这样看里面 可能看得比较不清楚 我就来用现场的 这是一个公园旁边 这边放人行道的时候 有放机车 这边是一条通行路 那整个路面是 整个平面图是这样 我刚刚讲那个公园是这里 那这个P的地方就是 荣华市场在这边 未来我们的捷运局会针对 荣华市场在这边 我们的捷运局会针对 旁边这个停车场 会做一个立体停车场 以为因应那个 轻轨那时候的一个政策 所以现在目前已经也在 规划这个立体停车场 所以如果说 这边规划立体停车场 未来这个机车的设置 可能也都会并到这里面来 那因为这个公园旁边这边 其实我们整个凹子底 25起重化区这边 现在目前大概是高雄市 这个行情最好的 这个地点最棒的一个地点 所以这边大楼伶俐 但是停车需求真的是很难 我想这次交通局 也蛮头痛的地方 我们地方的名义代表 一再争取就是希望 有机车停车的空间给居民 但是因为你们要坐这个 立体停车场之后 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 机车停车的空间 把它纳到这个地方来 做一个规划 但是行的安全也很重要 因为这条路实在是太小了 因为这边有幼稚园 有一些餐饮或者是市场 所以我们希望说 是不是能把这个公园 往内退缩 然后变得这么宽 那当然这个用地取得 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不需要做都市计划变更吧 因为那个是一个人行道的通行空间 刚刚我有特别秀给你们看过了 它只是一个人行道 那大概是不是把它退 往后退 改成一个车 行道的铺面 铺面就好了 那这样子把它往 那个公园往里面内缩 这块变得能够扩宽 就娱力这边的居民通行 那这是一个 我想这个不会很困难 只是看要不要做而已 那所以我希望养工处这边 你们能够好好的去就这个部分 来检讨一下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位置 稍微往外内缩一下 然后让它的空间更大 能够让我们这边附近 因为这边都很多的餐厅商业大楼一大堆 这个通行的空间其实也有那个需求 那这个我也再拜托一下公务局 你们就会后再我们去现场会开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高南公路1616向33号的淹水 那这个之前我们有再特别提 可是因为可能还没有办法坐到这里 因为当时我记得水利局有跟我去会开过 结果今年的大雨它还是有烟 因为这边还没有做改善 所以我也拜托水利局的部分 尽快尽快来做改善好不好 因为这人的家你看他不成这样 因为我你们真的非常谢谢李副市长 他很多的水沟他都清了 所以这次我们的军孝路 我看蔡局长你应该很了解 当时为了军孝路的烟水 我们跟你就交过好几次 也谢谢你在任内有把它处理了 现在也已经都不在烟了 真的也谢谢 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没有处理到 所以这边也持续在烟 所以拜托一下 高南公路1616向33号 拜托你们也尽快 不然下一次台风天然也当时 要再淹到贵了 所以你看烟成这样 拜托 那再过来我就是要特别讲 我刚刚有特别提 过去要特一条路就要特有多久的 不要说我生到这么多 当时我在开这个菜单 他们还笑我 你是会发生的 对 但是事实上我也要讲 我们左营区 虽然我列了这几条路 但是短短一年 他已经做了从立路 自由路到文字路这段的从立路 还有真子路 就是自由路到博爱路这一段 伟六路也做了 那我们文字路之前也 在也有做 所以我像未来还希望能够要做的 还有文庄 文庄路好像也做了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标识到 文庄路也做了 所以文学 文墙 文川 重振路跟文林路 海坪路 海坪路真的很烂 还有海富路 里长一再的在拜托 海景路 那时候我们都会看过 文川路 新庄子民路就是我们未来 旧左营国中前面如果要重新来做规划的时候 我希望这条路也列路要把它扩宽跟重铺 还有德天路 这是左营的部分 我今天特别口述一下 请你们大概也要做一下记录 篮子的部分更多 就是油厂国小前面那个左南路 我每次讲了很久 但是有今年铺了 那清浦街的27项 然后建民街高南公路的1868项 我讲的红色的都已经铺了 但是清浦街比较可惜的是 他只铺一半 我不晓得为什么只铺一半 另外一半没铺 包括玄街清浦街27项也没铺 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养工处能够持续再继续的做下去 那寿丰路跟惠民路 德贤路 这个也都在我们李副的指示下都已经铺完了 这一点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那但是还有一些德惠路跟德祥路跟德信路 当然啦 说这个那么多啦 但是要做不做而已 你看短短的景 还多久 我们铺了这么多条路了 人民是有感的 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 韩市长团队的认证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是代理的也好 未来你们也可能有的人 几乎都会续任的 也拜托你们一定要好好去重视这个 延续我们李副市长那种充分授权的这种状况 能够把这个路都给他铺好 不需要我们一而再再三的在议会讲 一直拜托 因为这是行的安全 那再过来 施舍向到这个部分 我要借几分钟跟我们的 应该是公务局吧 公务局 我想要请问一个问题 这种施舍向到 过去在我们高雄市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 生光人在去换处 都是一整批 但是他们里面的向到都是施舍的 也就是说上边的房屋所有权人共同持有的 但是也有一种景象的是说这道路虽然是舒适的 但是可能跟房屋所有权人是不同人的 所以他是失色的 所以曾经我在文府路的时候 过去那时候在铺那个接污水管的时候 就是接接接到一段的地方 不能接了 冬掉 为什么说是舒适的 我知道蔡局长你应该也有印象 这个我们也讲过 在文府路的时候 就那一段 所以每次到下雨淹水 那一段都淹 因为那段没有做排水 就是因为施舍道路 要地主同意 当然这是法规 这是你们 但是后来我发现 也不经的每一条路都是这样 因为后来那条路 听说也捐给了某个建设公司 那建设公司 后来我们去跟他拜托 他也同意让我们铺了 所以现在那条路 水沟也做了 路面也铺了 很好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举这个例子 这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这是一个例子而已 我相信全高雄市很多都是像这样子 像建民路这种失色向道 但是每次破了 希望我们养工处来铺的时候 永远都只有一句话 不好意思 这是失色向道 我没法破 同样的在高雄 在我们左营一样 也有眷村 他们会说 这是军风的土地 我没法自己破 要说军风一边自己来破 那军王他们也认为说 这个我们也没在使用啊 说那八公 纳税是纳给高雄市政府啊 是你们的市民在通行 你们当然责物旁贷要去处理的问题啊 所以这种失色向道的铺设问题 其实在我们高雄 在我们左营 男子都很严重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它是舒适的 但是它是公共使用 它并没有做渣男围起来 它也没有阻止任何的人通行 它是大家都可以走的 在一个社区里面 那些路都通的 但是要拜托你来帮我破一下 七公吃八公吃 就想帮我一句话 不好意思 这是舒适的 没法处理 那么人民的安全呢 那些路都碰坑洞洞洞 我没有办法一一举列那个照片 这个有的是糟后了 可是后来 养工处感谢一下 拜托你们帮我破一下 这样修修补补补 安全性的部分可以先帮你维修 但是整条路要重铺 不好意思 这是失色的 所以我今天特别利用一点时间来这边 也要拜托我们公务单位 还有市长这个跟你讲 应该也可以 因为你也是工程出身的 我也希望拜托你跟他们 也做这个问题 失色道路 到底能不能铺 那要地主同意 当然如果地主是跟房屋是共游人 那OK 他们都同意 问题是 但是有很多地方他不是啊 他有的是地主 他的地主是有 以前的建设公司 他们去去的 都落地 又有他们的啊 他们不让 不让这个 房子的所有权人啊 或者是像军方一样啊 军方他们的土地也一样啊 在我们的左营男子 就是很多这种状况 军方的土地 要叫你们输职 要叫你们打破 你们就是说 不好意思 没办法 那输人呢 可是我一直觉得 这个是我们刚好市民行的安全啊 坑坑洞洞 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去帮忙 让他能够有一个更完平整的道路 让人民能够有一个平安回家的路呢 不要去分你的我的 这都是高雄市民 大家要走的路 高雄市政府的责任就是没有 没有推卸的一定要来做 只是你要有分一个时间齐程 这样我们觉得OK 不要老是告诉我说 这是他输职的 他就没办法做 市长 你是公务单位的 你觉得就这样的施舍道路 你认为呢 该铺不该铺 请杨大理市长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基本上 施舍道路 如果它已经具有公共第一权 公公众通行 那么呢 政府就必须要 维护的责任 那维护的责任 在这个部分就分 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六公尺以下的 具公共第一权的施舍道路 那当然就是驱公所 区公所叫职务旁呆 那区公所的敬畏不足 他就可以报民政局 来敬畏协助 那么呢 如果说这个宽度超过六公尺 那当然就要由我们的公务局 养工处 来负责维护管理 这个部分 如果有一些 真的要请我们区公所 民政局 请区公所要现场去看 如果已经损坏到说需要跑铺的话 我们该做的也是要做 我们该做还是要做 好吗 谢谢 公务专家就是公务专家 当然就是要铺 这是我们居民的安全 那你想说这个 如果说用施舍巷道 把它框住 那你这个道路 就继续让它烂 让它破 那居民的通行安全 谁来保护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政府单位 就是要责无旁贷 好不好 所以我拜托 因为建民街 这个几个巷道 尤其是九巷 我九巷去看的时候 那真的是差到这样 结果我跟你们 各个单位讲 他们又跟我讲说 没钱 就真的没法 要再输人 要再输人 所有全人同意 所有全人同意 就没得找这些人 因为建设公司 已经都解散了 那怎么办 就不要铺了吗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再一次拜托 这种私设巷道也好 或者是我们左营南子的 军方的土地 尤其我们左营南子 特别的多 这种军方的土地 请你们不管如何 只要是我们高雄市民 必经的道路 而且是人口很多的地方 我拜托你们 我一定要去 不要跟我说 还要撒给滚风 滚风也可能 撒到来跟市政府 在那里撒去 受害的是谁 是高雄市民 好 谢谢陈梅君议员 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 笑声